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生于1948年 是个香港人 比起同龄人从小离经文便是一位三好学生 在那个二战结束没多少年的背景下 同龄人要么因家庭贫困 要么因家里不注重教育等种种原因 没让孩子上学 毕竟社会仍处于动荡状态 也因此滋生了一个个黑社会帮派的成立 如1945年向前创立了新乙安 1950年葛兆黄创立了14K 在这黑帮横行的年代 许多无知青年刚出社会便被误导进了帮会 从而开始悲剧的人生 黎经文因学习成绩优异考进了警校 并于1969年在警校毕业 进了警队里的反黑组 助手弯仔 刚进反黑组 黎经文才22岁 出出茅庐的对于工作是热情满满 入警队时对着警徽的宣誓在耳边环绕 可当时的香港是警匪一家亲的年代 就如191年刘德华主演的《武艺探长》 《雷洛传》里 主角的原型 吕乐便是一个典型 每次黎经文刷的消息 出警抓捕黑帮成员 往往到了现场 黑帮的人早已忍去楼空 明显就是有内鬼 事实上像他们这些低阶警员 只是高层的棋子 他们出警不过是高层给群众做样子罢了 随着入警队的时间变长 知道所谓的反黑组与黑帮 其实是同流合污的一路火 黎经文也是入乡随俗 因职业的便利 在警队期间 他也接触了许多黑帮人物 并且与他们走得很近 在1974年 廉政公署的成立 揭开了香港警队的遮羞布 先是大毒枭 颇豪被拉下马 随后高层开始 肃清潜伏在警队里的 有关黑帮人员 由于黎经文与江湖人士 走得比较近 被打了黑警的标签 也在这一次的清算行动中 被赶出警队 离开警队后 黎经文加入了14K 败在马娇文门下 马娇文在14K内部备份很高 在港澳地区都很有人脉 其中号称 澳普末期教父的崩崖居 便与马娇文颇为熟悉 所谓背靠大树好乘凉 有这么一位老大 黎经文刚加入社团时的地位 就不会太低 这一点就是黎经文在警队里工作过 虽然离开了 但警队内部还有许多熟人 经常有什么新的行动 黎经文都能拿到第一手的消息 让黑道中人提前做出预判 所以在江湖上虽然不是大哥级别的 但也算是黑白通吃的主 是一些大佬都得卖他面子 在粤语里 常把警察称为拆老 拆人 所以才有了拆老文的这个称号 黎经文投资过许多生意 如酒店 娱乐场所等都做得不错 当然他主业是跟着同门的大毒销 洪汉义做买卖 也算是身家不菲的一方人物 但他也有缺点 便是爱喝酒 爱赌钱 令他没想到的是 爱赌钱这一点 在多年以后成了他的追魂所 1986年 由于前两年14K 超级大佬 台队哥 洪汉义被捕 原本跟着洪汉义赚钱的黎经文 一时间没了收入 可能是为了谋生 也可能是想学日部落 用鸦片打开外国大门 他带着马仔漂洋过海 来到了漂亮国 想着继续以前的营生 但到了异国他乡 不懂当地语言不说 在香港强大的帮会 在这儿可以说是不灵了 没多久便被当地警方逮捕 一起飘过来的马仔 也多数落网 是有人被判了99年的有期徒刑 在当时也算是轰动意识大案了 好在黎经文 因证据不足被释放了 在90年代 也许是早年赚黑心钱 遭到了报应 黎经文患上了鼻咽癌 随即隐退 身为癌症患者 比起常人也算是在 阎王殿里记名了 这时候保持身心愉悦 比什么灵丹妙药都要补 而黎经文 好酒此时是万万不能喝了 只能是走好赌这条路了 当然 这儿不是提倡人们赌钱 赌钱是违法的 被抓到也是要入狱的 并且故事的主角 也因赌付出了惨重代价 朋友继续的黎经文 出手那是一个好横 每把都是数十万 数百万的鸭 当时在澳门 还有一个他专属的赌台 编号77 估计也是7加7等于14 意味着14k的意思 这从侧面说明 他在澳门可是个大客户 2000年 黎经文到香港 关塘茶果林地下赌当 豪赌百家乐 由于手气较背 当晚便输掉了600多万 由于身上的现金不够 当场先还了100万 收账500万 在时候 黎经文觉得被人出签了 收下的债务便一拖再拖 后面直接一分钱都不还了 直到八年后 这是让他吃到了好赌的恶果 2008年9月6日 黎经文来到了澳门 皇冠娱乐场里 编号77的专属赌台 玩了一下午 在这一天 仿佛有预兆 让他早点收手 一下午的运气都很差 输了不少钱 已经约好家人吃晚饭 买好船票 正准备回香港 又遇到了一位律师损友 架不住损友的盛情 又到了威尼斯人赌场 而黎经文这损友 也是个豪客 筹码一换就是一百万 在赌台上 两人坐一起 一边赌钱 一边聊家常 颇为惬意 这一幕被丁绍的马仔 看见了 他以为桌面上的筹码 是黎经文的 并把自己的所见所闻 汇报给老大厅 这边电话欠钱不还 那边又在豪赌 着实气人 就如做生意的人 客户欠着你的钱不还 还总是跟你哭穷 而你这边的日子 都快揭不开锅了 他却买豪车住别墅的 你说气不起人 九指华听到马仔的描述 那是一个怒火中烧 带上十来名马仔 就往威尼斯人去了 九指华进了威尼斯人 让马仔把黎经文 以及他的好友 请到了附近的火锅店里 这番操作下来 着实让黎经文不爽 自己好歹在14K里 也是个叔父辈的人物 年轻时黑白两道 都得给面子 现在被后辈这么对待 着实气恼 印记如他 火锅店里数十名马仔 包围着黎经文 在这阵势下 黎经文还敢破口大骂九指华 九指华你这个垃圾 想要对我做什么 言语间还表示 当年对方出老千 自己不可能还钱 这边九指华本来就一肚子火了 还无缘无故被骂垃圾 想当年在九江街 自己就是一爸 到了澳门 还与胡须勇斗了三年 脾气火爆的九指华 听到这一句 那火气就更胜了 上前就是一拳轰帽黎经文 黎经文毕竟也是警队出身的 前意识的一躲 接着下意识的一推 九指华就被推倒在地了 马仔们见老大倒地 一拥而上 对着黎经文就是一阵拳打脚踢 而一起被马仔带过来的 那个律师朋友在一旁 那是看得两腿发软 冷汗直冒 却不敢出声 在一众马仔停手后 烟一息的黎经文 起身对着九指华继续骂 刚刚被推倒的九指华 已经是在马仔面前出丑了 现在黎经文是真的让他下不来台了 这时马仔傻服出手了 也许是看到老大男堪 想排忧劫难 也许是为了在老大面前表现一番 他掏出大砍刀 往黎经文的胸口送了进去 这一刀直接穿透了黎经文的前胸后背 一旁的九指华眼见事已至此 直接吩咐马仔 把黎经文拖进厕所 当场给了所有人 每人50万的封口费 当然不忘来一句威胁 谁多事就是这下场 随后黎经文就人间蒸发了 原先等着黎经文回来去餐的家里人 再也找不到他了 多方查询下还是没有消息 最终在一个月后 家里人为他举行了无师丧礼 当时江湖许多好友都到场 包括14K 双花红棍 陈慧敏 14K 一字堆化人 胡须勇等等 黑白两道有近200人出席 而灵堂上放置着一个牌匾 上面书写着四个显赫大字 沉冤带雪 终于在2008年11月11日 光棍节这一天 在澳门西口岸昆明街 凤凰台花园四楼 有个清洁工受业主委托 到其物业打扫 据说是因为当初 租房的人已经好几个月 没付房租了 业主想着让人清洁一下 便已出租 谁知这清洁工一到门口 就闻到了恶臭味 开门进去一阵阴风 伴着腐烂味吹来 忍着恶心到屋内开始了清洁工作 他打扫到一个房间门口时 发现阴风是从这个房间里吹出来的 打开一看 原来是空调没关 并且温度开得很低 但恶臭味也是从这房间出来的 他发现了房间不同寻常的地方 这房间里放置着三个大尺寸的黑色拉杆箱 清洁工心里那是后悔 接着一单了 他觉得这间屋子不同寻常 选择马上报警 随着警察赶到现场 那三个拉杆箱里 共装着五个黑色垃圾袋 加拉一袋一层层包开后 确定为人的尸体 那是已经被煮熟并肢解后的肢体 这些躯干分为七部分 头颅一部分 四肢各一部分 身躯则从腰部一分为二 着实是极为残忍 虽然此时离死亡时间已经过去两个多月 尸体是腐烂得非常严重 但好在科学发达可以DNA鉴定 最终鉴定死者 便是李经文 可怜李经文也算是一方人物 现在变成煮熟的鸭子 还被一分为七了 而租房子业主也是倒霉 原本这儿可是豪宅 因为这件事 现在沦为仓库了 同时四楼的邻居 也被吓得纷纷搬家 而九指华这帮人 又是亨主 又是转移现场 又是开冷气的 所作所为 明显就是让自己有充足的逃跑时间 在2010年 该案件的12名被告 有9名被判重刑 其中九指华被判25年 马德获刑23年 但九指华早已跑路 至今仍未被抓获 这案件的 也给了江湖人士一个警钟 这不仅是江湖仇杀 还是同门相残 别看电影里 动不动就砍死人 实际上 砍伤了赔款或者怎样的 都有商量 砍死了性质就不一样了 而九指华这帮人 还把人给分尸了 着实是残忍至极 毫无人道 当年电影 人肉茶烧包 讲述便是八仙饭店的灭门惨案 这事也正因为是惊世骇俗 才会被选财拍成电影 晚年作为前程传教士的14K大佬 洪汉义曾说过 加入黑帮那一刻 便是悲剧人生的开始 我们现在进行 没有爆料